明星大人 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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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IM 今天我們去哪裡? 我們去陳氏書院 陳氏書院是1897年 由四位華人所發起而興建 它在1908年就已經建立了 原來這間陳氏書院 是根據廣州陳氏書院的設計藍圖而興建 它融合了家廟和宗寺的特色 這裏就是陳氏書院 你看這個門很宏偉 它這個真是鼓式鼓響得很厲害 你知不知以前陳氏書院其實是叫陳家智的 陳家智就是1897年的時候 陳氏有幾個賢人 他們籌錢就想著一個地方 就可以給一些陳氏的家族 陳氏的祖宗一起聚一下 一起來聊天 他們就籌錢建了陳氏家族 陳家智 但為什麼改名陳氏書院 是因為當時 滿清政府就覺得這些家字這些家廟 就是一些反清的組織 所以它為了避嫌 所以就改名陳氏書院 哦 我聽說這裡裡面 還有圖書館 是啊 還有學一些音樂 是啊 為什麼有圖書館呢 因為它想說每個人都識字 每個人都在看書 所以它就建了圖書館 多些人識字 就可以發展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是 因為陳氏書院 是由四位很出名的姓陳的人 而創立的 是啊 他們也花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金錢去做這件事 是啊 他們的政廳 他們的政廳 就是擺放了重華宮 即是當時是一個皇帝 旁邊就有一些對戀 所以在這裡來說 算是保留得很多的中國文化特色 哇 這裡就是政廳 你看 陳氏 他做了一些金房 寶寶 也很大 你看 左右門神 左右門神 其實我真的可以用宏偉這個字來形容 是啊 即是這個有些震撼性 其實是吉隆坡裏 保留得最多最好的中國古舊物色 是不是 是啊 它後面有一些創辦人的歷史 是 還有說這裡 是 什麼時候做出來的 1951年 是啊 什麼時候收建 1951年 是啊 它還有 裡面還有更多文化 它如果比其他字廟來說 它算是做得很好 做得很宏偉 而且保育得很好 陳氏書院就是1897年的時候成立的 當時陳秀蓮 看到有四位陳先生 這四位陳先生是工臣 建了這個陳氏書院 當時陳秀蓮就在這裏 投標 因為這個地方原來有七間商連的單位 地鋪一定要買起來才能做到這個陳氏書院 這裏有七間地鋪這麼大 這個地方 它當時一年來就可以建成了 一年嗎 是啊 1897年 當時是一八年前 他們四位 有一些 我記得我看過 當時不是採礦 是 做一些石料 因為馬來西亞的礦業 是很豐富 之前很豐富 所以很多人就來採礦 所以他們當時都是用採礦業 來致富 然後就造福人民 是啊 因為當時馬來西亞 其實是有很多港府人 還有客家人 當時有很多人來採礦 所以這裏就聚集了很多華人 嗯 我們帶大家到處看看好嗎 好啊 這裏就是文物館 他放了很多關於這個書館 這個陳氏書館的歷史價值 哦 文物館他們 其實呢 我發覺馬來西亞 很多唐人 他們真是很有 就是那些什麼 很有好心 是 他們發了達至於父之後 他們經常捐贈 他們經常捐贈 幫助本地華人 是啊 還有他們試圖很多時候 保留中國人的歷史 中國人的文化 文化和詞 保留馬來西亞 因為其實他們如果 發了達後 走到外國 其實很多事情就會失傳 是啊 你看看 這個是以前 很多年前的 就是還未再翻身之前 的陳氏書館的外貌 1956年 你看1956年 1956年他們的裝束 你看這個 我跟你說 說什麼呢 這個地位一定是最顯著的 是 誰呢 就是這個 你看看 它已經中間位 對 鬍鬚很長 我告訴你 這個一定是創辦人之一 對 所以很重要 對 這個是外貌完整的外貌 就是這個 是啊 我們進去看看 我們去文物館 進去看看 是 是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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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陳氏書館的書 這個是 籤道寶 來的 它記錄了70年代 港客的籤道寶 這個是 陳氏書館的 籤道寶 前面 tas 他說 那個門檻 對 你猜過去 走進去豪宅的地方 然後才是這樣做的 他們連玻璃上都有很多花紋 有代表性嗎? 這些建築,老實說 我在香港很少見到 反而中國大陸還有不少這些建築 陳氏書館是中國以外的 保留得很美的宗字 這件事很重要 剛鍾耀祖這件事 這本是1970年他們來到會員 因為是會員制 他們來到就要簽名 這些全部都是簽導簿 如果當年不懂得寫無筆字 也挺難搞的 你知道我們現在都有iPad 和鍵盤嗎? 那些字都很漂亮 很漂亮 好像酒樓餐牌的無筆字 寫的擺酒 對 對 哇,這裡是地契和樓契 都放在這裡給你看 有四個人在這裡 就是陳秀蓮、陳春、陳新熙、陳在田 這四個人 等等 放在這裡給你看 一百五個 那些這麼值錢的樓契書 其實是否應該放在銀河的甲碼 當時已經是羊腸 鬼佬的文士 雞腸 雞腸 但是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中式的 好像都是地契書 對 他只是說了 就說他們三個人 就在這塊地街 對 都是這些狼契書 就是說他買了這塊地方 就做這個書院 然後就永久管業這個人的簽名 哇,見證人也有這麼多姓陳 基本上 可能當時就是中國 很多華人來了馬來西亞 對 他們很團結 對 大家同姓三分親 對 大家開始就有這些寺廟 寺堂 他們就是想著有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有什麼事情 都可以在這裡解決 大家序民在這裡 這樣 這些就是團結 很簡單 同聲同氣 好 這裡就是祠堂 就是擺祖宗的地方 拜祭 就是拜祭先人 對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 中間這個天井位 正正就是以前 就是中國古典的 建築味道的 哇 幾十建築 你看看 中間有一個大的銅頂 是 你知不知道 你現在看到 裡面的Decoration上 有很多人像 其實這些就是 一些以前古代的 唱戲的內容 意思是 類似 世人貴精東 木桂英 或者是 二十四校故事 哦 我知道 長時間有這些故事 有些唱戲 給祖宗 在牆上面頂 那裡 有很多這些壁畫 是啊 哦 祖宗的那些 全部都經常可以在這裏聽戲 哦 哦 我看到你 我聽一下給大家看看 是 就是這樣繞一個圈 讓大家看看 是 它上面 是很多祖宗的神主牌 是 放在這裏 我們去看看 不好意思 打擾了 就是好像以前的廚房 是啊 很多歷年 是啊 有功德的 有功德的 姓陳啊 所謂有貢獻的人 都會放在這裏 以前的祖先 所以就有一個叫做功德堂 功德堂 是的 這裏 這裏 它簡直把這個書院 做了一個模型 讓你知道 這個結構是怎樣 正廳 偏廳 大堂 你剛才把門放進來 是啊 你看那些公仔 我手機縮不到進去 我從上面聽到去 他們經常說 有沒有無人機拍攝 哦 看著無人機效果 無人機 無人機 他們經常叫我做無人機 這裏 這裏 商討一下 自己的自事 是 有沒有那種效果 有啊 有啊 還要 zoom 前 zoom 還要進去 天井位都看到 厲害 陳氏都出了很多名人 這位就是陳少榮先生 因為他對於陳氏的書院來說 是很大的風流 還有很多陳氏家族 後來都是很多名人所產生 其實他的後代 你看 時代的 前次他們都出了很多有名的人 都是陳氏家族 一路一路演變出來的 這些是社會功臣 是啊 後面還有 他連惡理 文化那邊都有一個 藤古增 琴 啊 做運動也很厲害 也有 羽毛球高手也有 就是這個 就是 哦 平姐 你好 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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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平姐 好 哦 還有一個 第二天 還有一個 好像搞燈籠 搞正 即是節日慶典就會有的了 有 還有一個 冬節 冬節 現在很熱鬧 冬節很熱鬧 還有一個 團練飯 團練飯 即是在這裡寺廟裡也有 團練飯嗎 在這裡 回來 秋仔 回來拜拜 哦 哦 哦 就是全部的理事會回來 對 哇很重要 對 他們是否不只是在馬來西亞 有些去了國外 對 是嗎 哦 哦 這些就是當年陳氏的後人的理事 對 然後陳氏展華 哦 陳氏展華 哦 哦 他們都很有手 捐一百萬塊 或者五十萬塊 來幫忙 這些是 中華是 中長煎 所以有時候春秋二祭都會回來拜祭嗎 有的 春秋二祭 還有一個 春節 一個拜二十五 這樣 各個回來 好熱鬧 在這裡開 在這裡 拜拜 哦 拜祭祖先 哦 晚上在這裡搞二樓 哦 登龍 出去逛街 他們都很善心 進來參觀 他們都不收費 對 有可能會 因為很曬了 因為我收縮一點 哦 因為這些為收費 因為我看你們都保養得很好 正在收費 正在收費 什麼時候整好了 很久 正在收費 差不多有兩年多 但是年多我覺得很新正 很漂亮 你剛才說收費 收費 又再收費 收費 都是陳氏後人捐款 去給他 哦 哦 好有心 好有心 我們這個會長 會長是誰 這個陳金雲 哦 這個會長 這個會長 那我真的要 轉出去給大家看看 哦 哦 這位是會長來的 陳金雲先生 哦 他捐了一百萬 對哦 他捐了一百萬去支持 對哦 我們是很想來參觀 你知道MCO 哦 還有封了 那我們出不來玩 這樣咯 其實來了不是很久 那來到不久 就已經MCO 我們一在香港到埔 然後就 開始 你知道lock down 還有什麼 然後變成我們出不來玩 又吃不到咯 現在有時間 那我們可以出來玩咯 是啊 是啊 在這裡 豬松街啊 都OK的 是 還有這個街市啊 都OK的 是 我看到附近也有些什麼 觀音廟啊 那幾個地方 上面 上面是嗎 哦 哦 OK 可以看得好 可以 你可以走出去 哦 走出去已經可以了 我們今天天氣幾好 哦 一走之後就是了 是吧 我看到這條街有很多 這些中式的 建築過有關計廟 觀音廟 是嗎 是啊 所以要去看一下 參觀一下 沒有啊 沒有啊 其實我們第一次來這裡 不是 慈廠街我們有來過 慈廠街我們有來過 但是我們 那時候是考察兩三年前來過 然後真正我們下了步 說過來玩 真的沒有去過 是啊 所以我們要照顧 5分鐘 帶我們出來玩一下 是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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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啊 拜拜 拜拜 這個地盤呢 就是在建全馬來西亞最高的一棟 building 118 哇 好厲害啊 整支大廈那裡 一處晴天的感覺 是啊 裡面很多車出入啊 喂 我們走開了 走了 是呀 走了 拜拜 訂閱和按讚我們的頻道啊